因為去年的關係 所以我可能沒辦法跑到馬拉松 這麼長的距離 但是小時候有跑過 因為這是我的第二次 所以這次的印象比較深刻 所以覺得今年的人數好像也跟去年差不多 或是甚至更多 所以我覺得現在投入運動的人越來越多 因為去年的關係 所以我可能沒辦法跑到馬拉松 這麼長的距離 但是小時候有跑過 那明年的第一場比賽可能會 最重要的就是牙井賽 還有市井賽 還有四大運 然後最後就是努力拼了後年的奧運 因為奧運是積分制 所以在奧運的前一年 我們可能會參加很多的國際的賽事 有積分的賽事 但是市井賽現在又改回 積分 打標制 所以我們在明年的部分 就是盡量可以把秒數維持在一定的水準